而至于赵佑婷和大陆女性高媛媛 结婚六年了 又有一个宝贝女儿 而最近她上节目 大方聊起婚宴生活 对于被外界贴上 高媛媛老公的标签 赵佑婷就坦言了 她不介意 还不忘帅恩爱地说 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我自己也是她的粉丝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她 我说现在宝宝就是也比较稳定了 就是该拍就拍 大方透露是老婆粉丝 男神赵佑婷最近上节目 侃侃而谈婚姻生活 对于被外界贴上 高媛媛老公标签 完全不介意 确实无所谓 对啊 我们私底下好 那就可以 结婚之前在一起之后 每次之前看微博 评论都会有那个 夺妻之仇 不公待天这样的评论出现 或许已经习惯 被当男性公敌 赵佑婷一派轻松面对 透露在家中 自己主外 高媛媛主内 萧春自己靠安全感 掳获老婆放心 就特别地淡定 然后安稳 让她很有安全感 心理之下 好了好了来 36岁的赵佑婷和大物女星 高媛媛结婚6年 亦有一个宝贵女儿 或许时常在节目中 大省爱 她会因为什么事情 比较容易生气 对 她很少生气 哇 又夸了对方 你看 我们俩 也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吧 的那种感觉 就一定有一个人 当你靠山的那种感觉 彼此一味 不只是夫妻 也是最好的朋友 就要挺首度公开 家庭生活 言谈间流露 满满幸福 多数十余额中心 综合报道